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变成观光效益就是商业来考量 那这个上的部分就是故居 古机的这个维护 那荤的话就像类似这样 就是欧洲这个皇室是全世界最多 像20多国家还有皇室 那我这边举个例 就是我们现在东南亚有两个国家 大家很少提到一个东地问 一个是文莱 文莱那个国民名字很难念 那他在这个婆罗州的东北方 东马来西亚沙巴州 他分这国家分两块 大概只有台湾的六分之一 六千平方公里左右 但他的皇宫呢 是二十平方公里 极其奢华 我们等一下看有关的图片 我先秀几个字 因为很难念出来 他们姓伊斯兰教的 这个他的国都叫做这个 后面这个字字我不清楚 另外这个国王的名字 叫做这个 通常用第一个字 皇宫叫做 这个应该是阿拉伯文 有很多这个翻译成英文的 他这个皇宫我先讲一下 因为他伊斯兰教徒 可以娶四个太太 第一个大太太原配是不可以动的 三个可以每天换 总数不超过四个就可以了 所以他跟孙中山一样 学态越来越小 我记得他最近一个太太才十几岁 这个小女生 大概是中学生 但这个国王是世界上最有钱的 全世界有皇室存在两个最有钱 一个是伊迪萨贝尔斯 一个是他 但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些声音传出来 因为皇室开销太大 他们有希望说要废这个皇室 日本的话是左派的 就是共产党啊 因为日本天皇这个家族呢 在日本的护证资料有时候是没有的 他就不列入这个护证资料 非常奇特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温来的这个皇宫啊 那这是这个国王的 很小啊 他这个出来的照片 这是他入口处 这是空中拍的啊 那我们看这个一张这个比较大的照片啊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这个皇宫呢 花掉四亿多美金啊 中间这个清真寺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呢 在星期五早上这个做他们的伊斯兰的仪式的 那里头有一个餐厅可以容纳五千人 这个可以跟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相比 就举行国宴可以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吃饭啊 还有他有很有名的汽车博物馆 有四百多辆全世界最最珍贵的汽车 不属给德国那个Sugar 还有这个在这个慕尼黑的啊 BMW这个 它Muster Beans那个那个博物馆啊 还有这个养马的地方可以容纳150匹马 那里面极尽的设法 我说没有参观过这里 因为我来这个国家去旅游 跟到欧洲一样 大概要八九万了 它的开销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太大影响力 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因为它有石油跟天然气 那我们说它有一天如果开采结束以后怎么办 后面是不是要靠什么东西来吃饭呢 好 这个是今天比较难得看到的 这个问来的皇室 那么他们呢 从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 这个婚礼也是非常非常的奢华 还有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皇宫的这个照片 好 哲青我们刚刚其实也谈到了 其实要带动这个商机 那你其实你带团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如果就四月二十九号 我们马上看到英国要举行这个盛大的这个婚礼了 那可能大家手脚要快了嘛 现在台湾到英国去的话 还可以免签证的优惠待遇啊 对 因为之前问来的皇室婚礼 它有一个商品非常的著名 就是那当时他们拿的是花束嘛 新年不是捧花吗 但是问来皇室的婚礼的捧花是珠宝做的 整理的是珠宝做的 那那个当然我买不起那个 但是它现在机场都有在卖那个纪念品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 我认为说整个啊整个这个 这次英国的婚礼哦 它真正会能够受益的应该就是时装业 就是时尚的产业哦 那时尚的产业的话 所以包括了例如说像刚刚讲的 EASA像是英国的牌子哦 或者说呢 Mark & Spencer 像这些牌子它通常会根据这次的婚礼 就比较1981年一样 它会做很多类 它做很多周边商品 那他们会去捕捉他们这几两个王妃的身影 去制作一些相关的产品哦 那如果说你现在才要要去哦 我觉得有点晚啊 哦 为什么 因为婚礼现在日期敲下来了 表示说现在各国的人就开始 已经要进去看 很多人是想要去凑热闹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婚礼的啦 当然 对 但是很多人想要到现场去凑热闹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英国的机票跟那个 你可能要提前大概三个月四个月 就要开始订了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我这次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整个婚礼里面哦 有一个就是珠宝叶 刚才敬盆讲到珠宝叶 那珠宝叶的话 从辛普森夫人的卡蒂亚 然后到那个 到丹安娜王妃的Gland 这几个牌子 都是跟皇室合作的 那现在其实现在凯特这个 这个专业其实是从他妈妈 就是从丹安娜手上接过去的嘛 对 所以他这一次的话 他其实真正能够受惠的是时装叶 是时装叶 那因为他 他这个都是平价的时尚 其实在英国面就人手Mono Price 每个人人手一代啊 所以现在他 我看了前几天看到说 这几天从他们宣布 喜讯开始到今天 他们从这整个耶旦假期 替他们赚了将近六亿英镑的收入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 那种效益这样 我已经刚刚不是讲到 就是说他其实有可能会 办这种所谓的特卖啊 所谓的这个庆祝皇室婚礼 相关的这种促销折扣活动等等 所以可能会带动了 另外新一波的折扣商机 但是以前这些 我刚后来想到一件事 因为以前这些特卖 都是有一个皇家百货公司 来带动就是Harris 喔Harris 对那Harris这一次 因为之前你看 他跟Dana王妃出过那样子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后来想到说 这一次可能要换东家 要换要装家要换别人做了 因为以前就是这样 因为皇室的东西 都放到Harris那边来处理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包括 你要买什么东西去那边买 你知道吗 你要穿什么东西去那边 他带什么东西你就去那里 他说要提什么包 带什么帽子 就去Harris看 可是这一次因为 我后来发现 凯特他所有的东西都避开那里 他刻意不要去挑起 威廉的那种回忆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他会反馈到就是肯辛顿 肯辛顿或者到那个叫 Notting Hill这一带 比较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 他的消费是比较接近这边的 我确定能真的带动 什么商机吗 我觉得对英国人是绝对有的 绝对有的 因为你知道 因为他们期待这个婚礼 其实期待很久了 他们一开始说 他们一开始 三年前 凯特跟他分的时候 他们想大概没忘了 你知道吗 就后来这样 去年又 去年他求婚完的时候 大家想说 这次要好好来赚 其实我觉得 那不是真的要 赚什么钱你知道吗 而是说国家 它一个气氛 就是我们国家 终于要扮喜气了 然后英国人扮喜 他们扮喜是认为说 这是全世界的事情 不是我家的事哦 他认为这是全世界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英国这地方 其实蛮小的 我想真的 你真的人挤进去 你知道像伦敦奥运啦 他们现在很烦恼 就是万一那时候旅客要进来 要怎么进来 因为他的海关效率也差 然后他的饭店数量也不够多 然后很多饭店都是那种 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饭店 所以说婚礼 我觉得他们是 给他们一个伦敦奥运的 一个预习 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游客 这么多进来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 国家的那个重点 可能反而会放在那个地方 我补充一个画面 就是东西方的这个婚礼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讲到日本掠过了 这是牙子妃 当时候嫁给这个德仁皇太子的 他们要先到 神秘的神社里面去 他穿这个是古的这个服装 是六百年前平安皇室的一个服装 你看这个牙子妃身上这一件 这件他是16公斤重 那当然是有这个传统啦 然后后面你就看到是比较现代的了 就是这个他们要拍一张这个 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服饰的这个服装 然后到现代让他去这个给父母亲行礼 等等整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繁琐的 那刚刚讲到那个会被带动蜂巢 其实这个戴安娜她其实很喜欢蓝宝钻石 她的这个这个脖子上戴这个是皇太后送给她的 你看她耳环 其实也送过她的那个类似的胸针 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特殊提到的就是说 戴安娜她其实连那个所谓的玻璃啊 包金啊 压克力啊 水钻她都戴 她当时在民间也引起一个风潮 就说你戴不起我这种东西 但是你也不用在意 她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她说我实在找不到不能戴人造珠宝的理由 你看她虽然是很时尚的流行 然后有时候戴的就是天价 但是她说我实在找不到 我不戴人造珠宝的这个所谓的理由 对 所以同样的这个衣服 同样看起来很相似的这个珠宝 但是要看是谁在戴谁在穿啊 对 有气质 其实不仅仅要珠宝贝 那有钱人带个假珠宝 人家都以为是真的 那穷的人带个真的钻石 人家以为是假的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就还能 当然啦 看人家办很奢华的婚礼 是很赏心悦目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看就不只是像牙子飞 牙子飞婚后我觉得她精神状态也不好啊 我们现在也不是很大安娜 那么厚光的婚礼 这个大安娜出车祸事了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这一次结婚之后 凯特要过这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通常啊 那么多人注目 每次把你的婚礼拿出来 你应该多么的幸福多么幸福 实际上不可能永远在那个幸福气氛下过日子嘛 那如果比较的结果 往往会造成比较大的落差 这个婚礼啊 大概除了观光业相关产业很高兴之外 学生也非常高兴 因为放假一天 这个在意大利呢 大概他们的学生全是最幸福的 市长嫁女儿娶什么也就放假了 只限那个市啊 就他找个理由就不上课 可是意大利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 确实是如此 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说举国同欢啦 或者是全市民同乐 好我们来插播一个最新的这个消息 在今天看到晚报呢 当中是立法院三读 37万军教后年这个缴税的 这个最新的消息提供您 还有财政部表示年增112亿的税收 那么将回归军教了 还有教育部方面指出优先补助反霸凌 还有国防部方面表示 大部分的官兵所得将不会减少 好斗垮雷玉琪啊 这个是贬系将领 是这个部后的黑手吗 在今天也引起了讨论 好另外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呢 是北尖表示 医师没有建议阿扁保外就医 几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那么也请继续的锁定 稍后中天新闻马上回来